一经中的履挂向我们揭示了在社会上为人处事的方法 同时也提醒我们 当一个年轻人在职场通过自己的努力开始顺利发展 步步升迁的时候 会突然发现自己的周围危机四伏 无力无援 这是为什么呢 这样的状况在履挂中是如何表现出来的 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 又应该怎样处理 才能摆脱困境继续发展呢 台湾师范大学曾世强教授 将引领我们一起感悟 一经的智慧 请继续关注 柔能克刚 履挂 它最主要的意思 是实践天道 什么叫天道 天道包括两样东西 一个叫做自然规律 一个叫做伦理道德 自然规律 就是我们要顺服自然 而伦理道德呢 就是人要跟动物要拉开距离 要像个人样 讲起来随都懂 但是要实践起来 你可要一步一步一步的 按部就班 好好的去体悟 所以履挂一共有六个窑 我们要从初窑这个基础来讲起 六个窑里面 只有一个是阴窑 六三 它是不单位的 你看整个挂 九二不单位 六三不单位 九四不单位 上九还是不单位 就两个是单位 一个叫初九 一个叫九五 你就应该可以了解到 要实践女挂 在大环境的九五 是个关键人物 因为它会引起 整个社会风气的改变 初九它是单位的 因为它是阳 而又居于阳位 但是我们要晓得 这整个挂 其实是从前挂来的 你把履挂跟前挂 对应起来看 几乎都是一样的 就是九三窑变成六三窑 就那一窑变而已 其他都一样 所以你看到初九的时候 马上要想起来 浅浓无用 浅浓无用 不是叫你不要用 所以这里用两个字 叫数捋 数捋就是什么 就是你很纯朴的 就按照你的本性 不要做做 虚情假意 都没有用 因为你是初九 虽然你很想做好 你很干净 但是你有几个不足的地方 第一个 对世道人心不清楚 因为你没有见过世面 才处处茂庐 第二个 你的地位比较卑微 你讲话也没有多少人会听 人家看了你 有的理你 有的还是不理你 你不会被人家信任 为什么 因为初九跟九四 它是不相应的 就告诉你 上面人对你还是不行 所以你读了 旅卦的初九 数捋这两个字 你就应该知道 做人实实在在 做事 你要凭良心 一步一步 很踏实的 去做 你就网无咎 网就是往前走啊 因为你出毛路 就是要往上走吧 将来怎么样 我一步一步去磨练 一步一步去学习 各位有没有发现 其实我们用的人 喜欢用这样的人 如果他已经有很多经验 我们反而很害怕 因为他的经验里面 有很多是不震荡的 所以我常常问很多老板 你用人 你喜欢用那种 学校刚毕业的 还是喜欢去别人 哇 人家有经验的 几乎大叔认半天 他不好回答 因为哥有利弊 但是 真正有长远 计划的老板 他都会自己去带 带一批 新人 然后他慢慢慢慢 把他带出来 这叫做树里 网无咎 我们来看看小巷 怎么说的 初九的小巷是说 树里之网 独行怨言 因为你初九 你是阳刚 你当然有向上发展的 那种功力 但是你跟九世不相应 就表示上面 没有人拉拔你 那你怎么办 那你只好自己愿意 走树里的路 这就告诉我们 有人拉拔你 你反而会投机技巧 你还不如 上面没有人拉拔你 那你自己好好去表现 反而是你的本色 吕瓜告诉我们 一个处处茅庐的职场新人 首先要做的是 老老实实做人 踏踏实实做事 恪守一个新人的本分 而当我们积累了一定经验 就开始面临新的选择 是继续走正道 还是拉关系 走捷径 我们拼命想得到的高职位 在带来高收入的同时 又会带来怎样的风险 我们应当采取怎样的手段 才能险中求胜呢 九二呢 九二是不单位的 你很刚将 但是你不单位 就告诉你 你要特别小心 因为这个时候 你已经不是出酒了 这两个有什么不同 你看一个出出茅庐的年轻人 他说错话了 我们了不起笑笑他 讲讲他 我们不会怎么样 可是你到了九二 你还这个样子 那人家对你就 不一样的看法了 就开始会指责你了 所以九二要记住 自己是刚 但是你站的位置 已经是柔位了 同时九二跟九五又不相应 上面又没有人保护你 有一次啊 我会参加旅行团 去坐游览车 到外面去逛逛 我生平也只有那么一次 碰到那个导游小姐 她真的妙不可言 她拿起麦克风 怎么介绍 现在我们车子出发了 那样废话 我们现在走的是加坡路 废话 我们旁边有很多树木 废话 他一路路在讲废话 我就问他 我说你是老板的女儿 他瞎一跳 你怎么知道 我说 只有老板女儿才敢这样乱讲 而不会被换掉 你上面有人 那你胡作乱为 那是你的事 但是那是很短见的 人家也是笑话在心里头 一个人没有出过社会 没有经过历练 你就靠关系 你就进去 那你得不到经验 反而那些什么背景都没有 他出去就好好做 他好好学习 他也挨骂 他甚至于也受到很多苦 他好不容易当到九二 九二告诉你 你道坦坦 幽人争及 就说你不管怎么样 你要走正道 坦坦就是中央大道 就叫坦坦 你不要老要走邪门外道 哪要想占小便宜 这就是你道没有雾透 你要哪一天知道说 吃亏就是占便宜 你占小便宜就是吃大亏 你就不会这样想 如果你发现 中央大道正路走不通 那你就要提高见觉了 我当忧人吗 忧人是说 既然现在大环境 我不合适 那我就幽居起来 我还是要固守 我本来的那种想法 等到有一天 大环境改变 我该出来的时候 我再出来 这就是孔子所讲的 当社会安定 当整个的秩序良好 你不出来做事情 是对不起天地良性 可是当大环境很恶劣 当你走正道有困难 那你不如怎么样 找一个偏僻地方 吊吊鱼 过清闲的日子 你还好 我说最起码 你不会无意辅作章 你不会吧 小相说的 九二告诉你 忧人征集 不知乱远 你不要因为上面有人 你就拼命要上爬 你还是按部就班来 该你表现你就要表现 不该你表现 你表现跟什么 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人专门打击那些 表现好的人 他不会去打击 那些表现不好的人 结果一句话就讲完了 你要表现得好 你就准备被人家打击 你不要又表现得好 又要人家赞美你 又要人家不打击你 现在你太一厢情愿了 他不懂得屡道了 你年轻轻轻 就爬那么高干什么 一辈子辛苦嘛 你去看那些经理 他如果年纪比较大 他就很稳重 因为什么 他经历很多 他不会方张实错 六三摇是最关键的 可是他是不单位的 你就知道这个女卦 有多么的危险 多么的艰难 他的谣词是什么 秒人事 秒就是眼睛不好 你还能看得到 就告诉你 你是看不清楚的 柏人履 你脚一脚长一脚短 可是你还勉强可以走 就告诉你 你是走不安稳的 你这种状况 在老虎尾巴后面走 你迟早要被老虎咬掉 所以他用个胸子 你看整个卦 几乎都没有讲胸 初九无究 九二增疾 你再看上面 九四终极 再怎么样 最后是好的 九五增疾 就是说你守正 你就没有危险 而更妙就是 上九它是原籍 那唯独就是 一个关键的戒咬 它是柔的 它告诉你 因为所有事情 都发生在这里 六三 它是柔居刚位 你本来是柔的 但是你现在责任很重大 你要提醒自己 我眼睛都在看 但是常常被眼睛骗掉了 这就告诉很多人说 不要太相信自己眼睛 吕浮尾 不迭人 才是吕挂的挂的要求 可是你在这一摇呢 你恩是被他摇了吗 拳挂是告诉你 不要被他摇 但是你说完全不被他摇 那是很困难的 你六三 你要特别小 你在这种状况之下 耳不从 目不明 人力不足 你会怎么样 你克服自己的困难 我眼睛不好 我多看几遍 我脚不好 我站稳一点 我碰到困难 我就是要超越你 不然你把我摇死 你不得了 无意与大君 有两个意思 一个叫说 你心中还是有大君 有觉悟的存在 那你这种武士气象 你一定会表现的 比较走正道 那个时候凶就可能化掉了 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越看自己越了不起 因为你不知道自己缺点 所以自己觉得了不起 那怎么办呢 那你就凶 那非凶不可 他为什么这样 因为你的胃不当 为什么不当呢 我们来看看小相 你的眼睛你不要认为是很好 其实成长看错了 你的腿不见得很好 经常会摔跤啊 扭了筋 然后呢 把脚撞到石头了 那是你自己 那怪别人 他为什么这样 因为你的胃不当 你表现得过分了 超过你的份 那所有人眼睛看你 都认为 哦 你想讲大胃啊 要不然怎么这样子呢 你的志刚 但是要放在心里头 不要表现出来 你就减少很多阻碍 中的六三摇是唯一凶险的一摇 它的凶险是在提醒我们 当一个职场新人通过努力 一步步走向高位时 激烈的竞争让周围的对手 开始虎视眈眈 如果不能体察自己的危险处境 只会前功尽弃 一败涂地 此时孤立无援的处境 迫使我们只能小心翼翼 以柔克刚 走正道 行天道 才能达到终极 然而在度过职业生涯的 第一个瓶颈后 此后的道路就会一帆风顺吗 九四摇告诉我们什么 女府为数数终极 就是说你吃了那么多亏以后 你知道当你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你的心情是数数 数数是什么 就是恐惧 戒慎 谨慎 那为什么你要谨慎 要小心呢 因为你要爱惜你的羽毛 这爱惜羽毛是很有学问的 我好不容易爬到九四了 我能够回一旦 太可惜 一个人 在地位低迷的时候 他会很有志气 他会有理想 这个是不算什么 因为这时候你什么都会有救这个 可是当你一步一步高升上去后 你的理想忘记了 你的志气没有 你只想固好你的地盘 你最怕被人家拉下去 你最怕上面给你难堪 这个时候 你就要提高自己 我 谨慎 不是怕丢掉这个植物 是怕我的理想会丧失掉 才会终极 要不然怎么会终极 九五很简单 怪驴 真理 怪就是果决的意思 你当一个领导 你要很果决的 说我就是要律行天道 不管环境什么恶劣 你很快就会把整个风气 把它扭转过来 你只要守正 你就没有危险 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如果不守正的话 反而是危险重重 因为底下人会群起而动 那你的压力也是很大的 因为他是上挂的钟 他又是单位 这是很难得的 整个天道就是靠九五来左右的 社会风气好坏 完全看九五 你是不是心中很正 你是不是立场很稳 不受任何利害关系的牵扯 如果是的话 你就没有危险 如果不是的话 你就有危险 旅挂告诉我们 福火相依从来都是可以相互转换的 即使一个人度过了六三窑的危机 审居要值 要达到九五窑的高位 也不能随心所欲 为所欲为 一定要旅行天道 坚守正道 对潜伏的危险 保持高度的警惕 才能避免过从天降 那么我们该如何一步一个脚印 走好人生的道路呢 旅挂给了我们哪些具体的建议呢 上九不当危 我们回想看看 上九的谣词多半是不好的 可这一卦就是好的 因为你实践天道 你再怎么实践也不会坏 没什么物极必反 你根本就实践不完 似旅考降 似旅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回顾你以前所做的种种 那就叫履历 人的经历 然后自己考核考核 这个降就告诉你 里面有的是吉祥的 有的是不吉祥的 他告诉你 你回顾以前所做的种种 有的那里很脸红的 有的那里心情很喜悦的 你就尊重你这些喜悦的事情 你持续去发挥 齐旋原极 旋就是回旋的意思 你使自己回到初九那个原点 你就会大吉大利 所以为什么老人家跟小孩一样 就是齐旋原极 老人家一辈子 你的贡献也差不多了 你也尽力了 你也不要要求去太多 你就多跟 你的小孙子玩一玩 跟他过过那种 很天真的日子 以前那些啊 当作是一段经历 所以为什么老人家到最后会回复 年轻人那种心态 就是当一个人什么都看过了以后 他什么好计较的 他没什么好计较的 就说整个的 旅天道的一步一步 我终于都通过了 看看小巷 原吉在上 这很难得的啦 我难免有错误 但是当初是无心的 我没有不断的去犯他 我心里头没有愧作 所以原吉在上啊 用我们的话来讲 就叫做 你可以求得好死了 你可以求得好死了 你人生再怎么痛苦 再怎么危险 你已经到了很圆满了 你应该另外去想说 大有庆也 人生已忧犯 人经过动乱 人吃尽苦头 才是大有庆也 为什么 我都碰到过 人没有受过苦 你走一小段路 气喘如流 满身大汗 感觉辛苦得不得了 那是你的事 很多人不是这样想 他好舒服 他好命 他从小没有吃苦头 那才叫做坏命 就是白活的一生 这一生什么都没有经验 什么都没有 生出来 白纸一张 回去 还是白纸一张 这是什么意思 一个人在职场中 从默默无闻到步步高升 每个阶段的成功都来之不易 这不仅仅需要业务上的磨练 更重要的是 人际关系上的源通 和处理危机的老练 闪应对 直进退 是中国社会千古不变的处世哲学 那么面对职场中的种种危机和挑战 我们如何才能放下面具 找寻内心的自我和快乐呢 我们是哭着来的 我们这一生的目的 就是要笑着回去 可这个笑啊 不能笑得太早 笑得太早 那就什么都没有得到 笑慢慢的由外面到里面去 快乐是在内心 那才叫喜悦 而不是表现出来 表现出来对自己都非常不利的 这样各位才知道 为什么越有阅历的人 他又不轻易把心理的感觉表现出来 那就是目中没有其他人的存在 我爱高兴我就高兴 我要发脾气我就发脾气 我要怎么样 那跟小阿姨一样 一辈子没有长大 但是太多人是这样子 这种人哭着来哭着回去 就等于零 回归原点不是归零 回归原点归零就糟糕了 回归原点就是 我做了一辈子的人 我还是不改我当初的初衷 这才叫做一以贯子 那是非常难得的 所以整个的女贯 其实在家里也是旅天道 到社会也是旅天道 你一生都在旅天道 回归原点 时时刻刻可以做的 不是只有上秋瑶可以做 每一段时间都回归点 我是不是又走偏了 拉回来 我是不是又太靠近 那个老虎了 拉回来 这才是真正的女道 扑着来笑着去 是人生最圆满的结局 旅卦告诉我们 人生从来都不是简简单单 一帆风顺的 只有经历过苦难和磨炼 才会一步步到达辉煌 然而 这激烈的竞争应该是良性的 旅行天道 不是伤害别人去成就自己 只有将道德作为最高的信仰 才能做到 心无愧作 实践天道 它是有层次的 我们今天都想到旅行法定的义务 你要照合约去走 讲话要算数 一切要合法 这是最下沉的旅道 因为这样一来 你很快就无耻了 为什么 只要合法 不凭良心 我怕什么 我教你什么话 我没有合理法 那就是不凭良心 要不然你会这样 你不会这样 凡是你合法而被骂 那就表示你不合理 这个时候你在理智计算 那就是无耻 然后你提高一点 你就知道 一切的人伦日用 都是什么 都是精神合理的表现 像礼仪啊 礼器啊 礼帽啊 礼智啊 它都是人之所以 像一个人的样子 这个跟法令没有关系的 因为法不会去规定 你穿衣服要合理的身份 它不会这样规定 当人家家里有伤势说 你不可以乘花丽的衣服去 你不可以 这才叫凭你的良心 这叫做有天理 真正高层次的旅行天道 是什么 是你内心 有人 就是仁爱的人 你不要伤害自然 不要伤害别人 而不是行事 而不是我很有礼貌 而不是规定说 任何人我都给他经理 那是制度性的东西 知识的 行事的 对中国人都没有什么用 我们要的是很实际的 很关心的 出户人 人就是把人当人看 我们只讲一件事情 中国人 中国人 他表现在哪里 第一个 祭拜天地 第二个 祭拜祖先 第三个呢 崇拜 古圣先祥 这是真正的旅道 我们拿结婚来看好了 新郎新娘 西方就是他们两个的事 跟别人没关系 总统不是 总统是两个家庭的结合 这还不是 是祖先跟子孙的年代关系 你看我们扯这么远 横的 两个家族 不是两个小家庭而已 两个家族都变成亲戚了 你看这个横的范围有多广 只要两个人结婚 怪怪 几百个人都变亲戚了 然后 事务的方面 把两家的祖先 跟未来的子孙 又整个了在一起 那牵涉到几千万人 因为你这样一路算上去 没有几千万人 那是惊天动地的事情 所以以前我们结婚 一拜天地 结婚跟天地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 没有天地你结婚得了吗 二拜 父母 然后夫妻才对拜 夫妻对拜就是说 你要为你的子孙负责 怎么是拜拜而已 因为夫妻对拜下面就是送入洞房 送入洞房就是早生贵者 这是你的责任 这才叫天道 好好地想一想 因为实践天道 是今后人类 唯一要走的正道 他可以带到我们的希望 天下太平 否则的话 整个社会就乱到不可开交 因为他下面有匹有胎就出来了 那我们当然先讲天下太平 又是那叫喜要的 所以我们下一次 会先来探讨太卦 叫做天下太平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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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